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滑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就这么简单了 今天呢 我来是这个 诚意诚意的 想请你和嫂子过来 谈计我们的婚礼 要结婚了 好事啊 我和你嫂高攀不上 我们就不去了 哥 我这还有事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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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呢 我结婚了你可以不来 但是呢 你别这样 你打我一顿骂一顿都行 好啊 我哪敢找你啊 你是我哥你 别别别 哥哥 哥哥 不 你看 你一张嘴 这样说这些不理团结的话 不是 这 不管怎么着 就是以后不当兄弟了 咱这事也说清楚是吧 你别这么捂着盖着 我心里难受 可以可以 你回头跟客人啊 商量一下 看咱能不能放大一张 留在店里 看下这个也做好了 这 这相框是客人自己选的吗 对啊 你们也可以推荐白的 这个饲料搭配得 让它统一吧 他们要觉得行就可以 追赞 底人找你 谁啊 在楼上呢 我叫他下来 他似乎不下来 行 谢谢啊 行了 可以包下来了 谁找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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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见着你爸就走了 你现在好意思说你是爸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是我和你妈生的 我永远是你爸 你生下我和我妈的时候 怎么不说是爸呀 你看你看 又是你妈说的吧 别听你妈说的 我什么时候 抛弃过你们娘俩呀 当年我出去三年不回家 但是明天下去了 行了 你要干嘛 我姑娘要结婚了 我这当爸的 还没有见过我这未来的女婿呢 这跟你没关系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我这么大个姑娘 就这样嫁给他 太便宜他了吧 把他电话给我留一个 我警告你 你离他远点 你要是敢找他麻烦 我跟你没完 哥 你还因为房子事不高兴呢 别说房子事 乖听 好 那咱就不说房子事 咱说说以前 我最近老想起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咱们家挺穷的 热得过挺不容易的 有件衣裳 都得穿往那儿穿 我记得你有一件运动服 前面好像有一个什么三字 我特别喜欢 然后呢 我经常就穿你的衣服 因为你小时候比我个高 然后我穿着又肥又大袖子 都得绑着 说你在干什么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其实 咱俩就应该算是 一小时候一块滚着长大的 那时候你经常骑车带着我 不是你还记得吗 前面有一个二军 那时候经常欺负我 他比我大 有一次在湖口碰上我了 又跟我这儿找茬 然后呢 你从边上看见了 就一棍子就出来了 我都跟他们打起来了 他那边也好几个 最后你一个人家我 就我他们姐跟他们一块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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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家之后呢 爸问怎么回事 你说我这全是因为你责任 你说是你这的 爸还把你压了一顿 还有一回去我 我腿摔了 然后你还背着我上学 说那些干什么呀 那时候我是你哥 现在我是什么呀 啊 哪像你呀 大白领有方向车呢 不是 哥 他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哥 我都是你弟子 真是永远改不了 以前呢你照应我 以后我有本事了 我绝对回报你 那我可不敢当啊 我知道 房子的事你还生气呢 我有做不对的地方 别记恨 没什么记恨不记恨的 你看看 可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大肚子人 那个 你说我眼线马上要结婚了吧 是吧 这么大一事 人家一辈子就这一回 你说我亲哥哥都不来 你说我这婚接得有什么劲啊 没说不去啊 你去啊 你都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 你不去了呢 你说这么多的事 乱七八糟的事 办婚礼什么的 我身边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你得帮我拿了主意啊 哥 志文 你说咱们是亲哥俩 那有什么事你跟哥说呀你 不是不是 前段时间不是因为 不是还那嫂子那事 你甭理他 他什么人你也不是不知道 是吗 是吗 再说家里人谁说了算呢 不是咱们姓牛子说了算吗 对不对 我亲哥哥 说话就是来劲 我 我跟你说 我那情检在手里放好几天了 早就写好了 别人都送完了 就你这儿我都 我都不敢给你拿 我都怕你生气 给我呀 志文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是你哥 知道吗 哥 不是以前我 我有坐的不对的地方呢 就让他过去了 好吧 反正永远 咱们都是一家的人 哥 来 哎 灯灯 你别跟我看着 你也吃啊 来来来 你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 我嫁女儿得要拼礼呀 我不能白白的 就把女儿给人家呀 你有什么资格要钱呢 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吗 你除了跟我妈吵架 你还会什么 嫁了你那点钱 全都让你输光了 你还好意思要钱 你看 人家说呀 这女儿啊 想骂了 一点没错 你跟你妈一样 无情 灿灿 我还跟你说 这个聘礼呀 我是要定了 不是 你想干什么呀 钱给你 你走吧 就这点钱 就想打负你爸 你当你爸是要饭的呢 不是 你想怎么这呀 你要多少啊 至少这个说 要不然那小子 别想碰你一想 两万 二十万 二十万 你要干什么 我是看银行的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没说跟你一样 谁想群起 我跟谁要 他们那钱 他们再有钱 参参 吃完饭呀 我就去找我这个好女婿聊聊 要不是可怜你呀 你爸心疼你 我就要五十万 得了吧你呀 你想都甭想 你们是下礼拜五结婚吧 立宫饭店是吧 我呀 今天还把话撂去 没有二十万呀 谁也别想娶你 咱那也别走啊 把张请你爸结了啊 把张请你爸结了啊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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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我 我掩护了啊 我现在都来了 我掩护你 喂 喂 妈 你在哪儿呢 崔萨 你怎么这时候 给妈妈打电话呀 我拍戏呢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 妈 我有事和你说 不行 我现在档期特别满 是 我爸突然间来找我了 我先去啊 我先去 别人都跑了 一会儿再说 等等 雅 天哪 你这大白天喝酒去了 他们请客 请客 挨宰了吧 是不是赌钱又赌输了 没有 什么赌钱 赌输了 要是咱们家存折呢 还说没输都要存折了 你 沈输谁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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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输 那什么啊 就是 智雯不是要结婚了吗 想表示表示吗 怎么表示 这是拿一万块钱 不是 你开银行的呀你 一万 你 你弟算计你没算计够啊 你真行 不该 那你弟的结婚 咱们都拿一万吗 那我 我弟跟你弟能一样吗 我跟你说 一毛钱都不给 人请你了吗 人家 怎么没请啊 那请点就给我了 你看 你看 怎么没请啊 一张破纸就就 就让你扔出一万块钱去啊 雅儿 你看咱们结婚那时候啊 人智雯不是还送个席席吗 不是 你能不能 不提这洗衣机了 那洗衣机 当时她上大学 还没赚钱呢 用奖薰金给咱们买的 咱们那念人也好嘛 是不是啊 这一个洗衣机 你就说了能半辈子了 我还他俩行不行 还他俩 不是 不是 你说 听我说 你干嘛呀你 说事了 你走什么呀 不是 你今儿一回来 就替你弟说话 是不是今儿他请你喝的酒啊 这看我送行俭 我就跟他喝了两口就 你就是喝点酒啊 连你自己媳妇姓什么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牛志华 你弟这个婚礼 我 不去 凭什么呀 那你说 那我弟弟结婚 我不去 我这脸往哪放啊我啊 你把自己当坑葱 谁带你呛锅啊 不 怎么呢 我就那么上不了台面啊 知道就行 对 我跟你说啊 你不去行行行你不去 当时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行了吧 我当时丢谁的脸 行 去 我干嘛不去啊 我干嘛不去啊 听说那个婚宴上啊 满桌子都是好吃的 钱吗 给 还有那个 小猪里那钱 一个子不剩 全拿走 猪给我留下啊 你碰我 这太靠门了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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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干什么呀 我煎点药 怎么了 你不舒服啊 给别人煎的 别人谁呀 谁这么大谱啊 爸你要去 咬咬啊 干什么呀 你傻不傻呀 怎么了我 爸是不给那个叫什么 什么侠的熬药呢 子侠 不是 你得那个看着点爸 我爸又怎么了 我看着他呀 我看爸这两天就跟那个 中了邪似的 三天两头的 往那个叫紫霞家跑 那前几天吧 那大晚上 那就给人送医院去了 这又熬上药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 哎呀 咱爸你也不知道嘛 咱不是热心肠吗 热心肠 我看快热出笑话来了 这又孤老头老太太呢 这是 这是不清不楚的 我看快变味了 不会的行 怎么不会啊 我看过段时间 人家要让你跟人叫妈 我看那时候你怎么办 你能叫得出口吗 你别吓唬我你啊 来喽 真是你说 我熬药都熬出经验来了 跟您说 哎呀给您添麻烦你看 自己熬这药啊 比医院给熬的药效强多了 趁热喝吧 喝完了再吃口白糖 这药苦着呢 哎呀我呀 从小就怕闻中药味 所以这一辈子 不肯看中医 就是给您添太大麻烦 哎呀又来了 我老伴活着的时候啊 我总给他熬药 从熬出经验来了 一点都不累 有点活干呢 还讲着自己有用 不是个废物 不瞒您说 学校说不聘我那天 我这心里没招没落的 在咱们小区啊 转呀转呀 转到半夜 都不知道回家呀 我这不成废物了吗 你说干这啥呢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 我刚退下来的时候 一样 早晨起来 天一亮 赶快洗漱好了 拿起包开上车 我就奔医院 到医院门口突然想起来 这不是我单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你也有这个时候啊 是啊 好好好 慢一点慢一点 哎哎哎哎哎 哎哎就搁这儿的去就 就咬底巴 慢一点慢一点 哎哎 好好好哎 哎靠靠里边一点来给 哎好的 好 谢谢师傅啊 谢谢 来 咱俩咱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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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牛志文吧 啊 我是 你哪位啊 你真行啊 牛志文 你把我们家闺女睡了 还说不认识我 你嘴巴干净点 你谁啊你啊 我是醉惨他爸 醉惨他爸 你上屋里去 赶紧拿着都拿着 哎 今天去宋向东你就别去了 让爸去啊 为什么呀 让爸去是为了 给爸找个事儿 省着他总往那个什么 紫霞家跑 万一你说爸跟他真成了 真给你找个后妈 那爸剩你点钱 那不更悬了 哎呀能有那事儿吗 不让你去你就去啊 听我的 爸 那个 爸 跟你商量个事儿 啊 说 想以后那个 乡东上少人工啊 想让你 送他去 因为我周末可能要倒班 行啊 那什么呢就今天你就 送他去吧 正好熟悉熟悦路 今天就送 我这不熬药呢 那爸 有我呢 那个我给你送回去 紫霞阿姨他们家在哪 我都认识 那好了我就给你送你 放心吧 哈 啊 再挠十分钟就行了 行我知道 被给熬葫芦 不会的你放心吧 啊 别忘了给送啊 忘不了啊 啊 不是 你 你怎么有针你个爸爸啊 张嘴给我要二十万 二十万 我上哪儿找二十万你啊 好 我 我爸他就这么一人 小的时候他特别爱赌 把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给输光了 我妈就劝他 他就打我妈 所以在我印象当中 只要他在家里 我们家没有一天消停过 不 你以前不说你没爸爸吗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 我妈为了躲着他 带着我没少玩家 奇了怪了 无论我们搬到哪儿 他都能找得到 我妈都快疯了 不是 你说 我怎么赶上这么一老丈人啊 你不早说 你早说吧 我还一直有个心理准备 现在 我哪知道呀 从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没见过他 不是 我还在想 不是 他是 真想要二十万 你觉得 他说得出 就能做得到 也有 玩会儿 来 这边 不玩了 不玩了 他在什么 慢点儿 先 快走 哎呀 哎呀 那你上医院干嘛呀 对不起了 很不起 对 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大方 啊 我怎么跟我爸说话呢 这是你爸是吧 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 带孩子玩吐槽 把我儿子的眼睛给撑坏了 你说怎么办吗 大夫说就蹭破点皮 蹭破点皮 我把你们那孩子打架你会干吗 啊 爸 您今天有点太不像话了吧 疯玩了一天 这什么都没学 还往里搭进去一千块钱 你说有您这样的吗 不能怪爷爷 欠揍你了 别说孩子 我怎么能不说呢 爸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你就这么油着性的惯着孩子 那这以后他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你们把孩子弄得太累了 那才多大就学那么多东西 他能承受得了吗 他怎么消化不了 他这不好好的吗 家里我们是什么都指望不上了 这志华我也指望不上 我还是想让乡都好好学习呢 上上重点考大学 您这样你这不添乱吗 嗯好 还弄个我添乱 爸 一二说没错啊 你说我们花钱嘛 让孩子学习呢 今天倒好 钱白交了不说嘛 让他搭钱 诶 志华 诶 哥 爸 爸 我跟你说个事啊 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 不是 您这进屋子来吧 什么事不能在这说呀 说吧 爸 我说了 褪赞他爸来了 人家姑娘结婚 当父亲的能不来吗 这玩意儿 鬼鬼吹吹的 耍什么窑囊子呢 哎呀 管他 那怎么办呀 看啥 没听褪赞说就过他爸呀 这他爸一直是 带外子失踪了 这回突然出现了 他不是个善茬 他不是个善茬 要钱来的 要什么钱 聘礼呀 聘礼 要多少钱 二十万 二十万 什么价这是 二十万 你吓着我干什么玩意 不是 咱家看银行的呀 他把他混着了 知道单位找我来了 我 我挺担心的 所以看他爸 那得算亲家呀 既然来了总得见见面啊 人怕见面 书怕扒皮 请他吃顿饭 当面看看他 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能行吗爸 我这心里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行不行见了面再说 你约他吧 那我约他 约他 我会会他 行 那我就全靠您了吧 好 哎 起来 起来 你咋能睡着呢 你给我起来 起来 起来 干什么呀 他折腾一天不来睡觉啊 怎么跟个大大河马似的呢 哎 你弟牛志文来 你有没有看出什么来 看出什么呀 你志文有个倒霉的 摊上这么个老丈 不是志文倒霉 是咱家要倒霉了 咱们家倒什么霉啊 你不觉着他是来 算计咱爸那钱呢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这颜丑子就就结结婚了 突然又冒出一个什么老丈来 怎么那么巧就在这坑截上 那不是算计是什么呀 这不是秃子头上那狮子 就明摆着吗 你看不出来呀 不是我发现这牛志文真行啊 二十万 他真能想着 咱家是银行啊 干脆说五万得了 要想把咱爸那剩下的点钱都划了没 就直说呗 哎呦你弟这 研究生真是没白读 我就哪像你啊 笨蛋一个 你 你真能在这 在在在这房子里睡得着啊 我看就过两天 你弟就把咱 睡觉这这这这 这个房子都得给算进去 我看你睡哪儿呢 你知不知道 睡那么踏实呢 智华咱俩啊 你们睡了吗 爸 有事啊 紫霞的药给不给送去啊 那个 爸 那个什么 熬 那个刚才上医院一着急我给忘了 放这儿把自己倒 哎 现在您好现在可以上菜了吗 不是 稍微等一会儿 人没到齐呢 好吧 爸 智华 你跟人约了几点呀 我们都坐在这儿等了两小时了 连人影都没看着 就在跟你爸说好了吗 说好了 五点半嘛 这都几点了这都 那我给你爸打电话 关机了 关机了 不是 你爸什么意思是 看我干嘛呀 看我干嘛呀 智华 你说你不能让爸等这么半天哪 你说你今天就是什么困的吧 你跟家里说 你说这家伙那没意思呢 这我这编什么呀 不是 爸在这儿呢都不 这事能开微笑吗 那怎么不见人啊 不是 智华 我找他你爸也呢 他住哪儿啊 我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他总是这样 不是 这 这 你这 你以后约人啊就约准点 你说你就这样 涮咱爸也忒不合适了 是吧 智华 不是 我 我真跟他说了爸 行了 行了 没事 没事 你可能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咱们自己吃 告诉上菜吧 就是 这饿半天了 服长 服长 上菜 这饿坏了 药来了 药来了 不着天天吃 那不成啊 这药得按疗程吃 好了呢 也得恐怖恐怖 昨天我有事了 我叫大儿子给您送药 结果怎么着 他给忘了 昨天您没来 我还高兴呢 少遭一回醉 您今儿不遭醉 遭什么醉啊 今儿我还给您带化煤来呢 喝完了狠两化煤 您怎么像小孩似的呀 得先喝药 然后才能吃化煤呢 行啊 谁啊 向东 去开下门 来了 东来了 怎么拿这么多东西 嗨 带点花生啊 大枣啊 结婚了 图个吉利子 这志文结婚 我们得早点过去 帮帮忙 你是得帮他忙 这个牛志文吧 一点都不省心 他又怎么了 怎么了 不让人省心 非说崔菜有个爸 跟咱家要二十万元彩礼 不能吧 你也别担心 这事都不知道真假呢 前两天啊 咱爸说要跟他谈谈去 我们坐有大半天 连人影都没看着 也不知道是假的还是 瞎编在那儿 你说要真是有这么个爸 咱家不热闹了 璀璀璀璀璀 他不像这样的人呢 真不知道这志文这两口子 惦记咱家什么呢 嫂子啊 你别老这么想 志文我了解 他也不会那样呢 月梅你就老护着这个志文 护着这 这回这戏演出阁了吧 什么故事都敢瞎编 眼瞅着要结婚了 就又突然冒出来一霸呀 这谁信呢 可能吗 不可能 那没有不更好吗 嫂子咱忘好处想不就得了 是忘好处想的呀 你说这是 就是咱爸那点钱 给这个志文闹心闹的 我媳妇她就是漂亮啊 怎么看得不水灵啊 水灵什么呀 一点都不上线 你照着就那么胖啊 对待我说咱房子 基本也布置差不多了 酒席也定了 请典呢也都发了是吧 嗯 今天就差咱俩拜天地了 是吧 志文啊 我说我爸那边事怎么办啊 他不消失了吗 你还盼着他再出现啊 谁盼着他了 我盼着他干嘛呀 我觉得我 我爸他没那么容易算了 特别是钱上的问题 他哪里 反正 他不来是最好 那倒是 万一来呢 万一来咱哪有钱给他呀 万一他要来 那我就找爸上上了呗 其实我想都是一家人了 他也不能不让咱们结婚啊 我还想了一周 如果他 再死没没了呢 我就给打一千条 对了 你妈呢 你妈拍戏呢呗 也不知道她能不能过来 我说这个面都结婚了 他哪还不来啊 开门去啊 会不会是我爸呀 不是 他就是你爸的 也得开门啊 我姐给我嫂子 姐 姐 志文 姐 志文 这高档公寓 我再好好看看呢 他搞打什么呀 就是怎么样呢 你的新房 差不多了吧 你看看行吗 什么呀 你缺东西 缺什么呀 就知道你们丢三八四了 你看姐想多周到啊 她在哪赶紧挂上的 你不贴这个 叫新房啊 是是是 来来来来 洞房在哪呢 洞房在里头 你去看看 布置怎么样了 姐 你看 照片这床 怎么样 还真不错 这床不行啊 素啊 来 不是 什么呢这是 看 红色了 怎么样 还有媳妇 这才像结婚嘛 我都没见过 这么好的房子 还行啊 还得收拾 哎 嫂子 你收拾 贴这儿行了 行 在这儿好空着啊 可以 姐姐 你对我非常好 哎呀 妈要还在得多好 嗯 好 世文啊 哎 这六十万块钱真是没白花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 哎呀 你说 这咱爸要是 咱爸住那屋啊 哦 我这还没跟他商量呢 那你得商量啊 你说这么好的房子 你说咱爸要住在这儿 那得多高兴啊 啊 以后我就到这儿来找咱爸了 啊 你看我这儿还坐上新床了 那我到那屋看看啊 行 让他说进去吧 姐我跟你说 我还真想把爸接回来住 林灿 你那爸找着了吗 没有啊 真可惜啊 我妈也要跟亲姐要好好聊聊天呢 你爸真够神的啊 嫂子 少说两句啊 不是 这不都一家人了吗 我这关心关心 来 我帮你弄 怎么弄 没事嫂子 回头我跟直门慢慢弄 对 崔灿 嗯 这两天累着了吧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对 就是 没事 挺好的 虽然你已经怀上了 但我还是给你拿来了 花生 大枣和栗子 还得搁到床上 行 谢谢 谢谢姐 那我现在就给放上 啊 早生贵子嘛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杜贵 你非是我怀孕了 干吗 非是我怀孕了呗 不是 不是他晚不也在怀吗 是不是 行了吧你啊 是的 你怎么又理你 他 别闹 你再过十几个小时 咱们就可以和你这小宿舍 永远说再见了 你今天别走了行吗 干吗呀 我想让你陪我 就这么等不及啊 讨厌你 我就是心里慌慌的 你说咱俩好不容易结婚 万一我爸明天来闹怎么办啊 不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能怎么闹啊 哎呦 他那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你就别走了啊 不是 咱们这结婚证都领了 他也能过来卡卡卡 把结婚证给咱撕了啊 不是 明天就办婚礼了 然后呢一大堆事 那时候跟我说 那个拍录像的来不了了 我还得找人 那我害怕 没事 我说你早点睡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好不好 那你明天早点来 来 亲一下 我看你 我看你 你再说不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 您是 你来干什么 怎么 不欢迎我 出去 现在就出去 我女儿要结婚了 我得当爸的能不来吗 你别胡闹行不行 要嫁人了 就不认你爸了 有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 我跟你没关系 你也不是我爸 少废话 我来不是找你的 你干什么 是等你老公来了 你别胡闹了 你装还没画完呢 不画不画不画 还没 你干什么呀 画 没有二十万 谁也别想娶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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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